夏丹先生正在读教育上的一个活动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著名作家冯继才先生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冯继才老师的盗短 那么我们本次的母爱桥系列讲座呢 是由建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以及中国经典文化研习社合办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请主持人薛新然女士 同时也是母爱桥的创办人 来为我们进行主持 谢谢 大家好 首先呢我要代表母爱桥200多个志愿者 来感谢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时间 而且呢感谢大家在未来和在过去对我们的关注 第二呢我不知道应该从何谈起 因为你如果回到中国 听大家去介绍冯吉才老师的时候 或者冯吉才先生的时候 你会听有人说冯院长 冯主席 冯委员长 教授 所以呢你就知道了 冯老师有无数的这个称号 但是对我来讲 从很多年前 我看到的一幅照片 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看到过 冯老师他夹载着 就是在一个古迹的这个中间 看着一个石碑 然后呼吁中国人 停止这种无知的拆迁 保护我们的粉化遗产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未来的实力 都来给予我们的文化根 所以从那一刻起 我觉得冯老师是咱的老师 是我人说的老师 所以我也希望呢 今天我能跟你们在一起 作为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的表达 向冯老师 以及他的太太 顾同招老师 这个作为我们一个致敬 顾老师和冯老师 我在三地想探望你 对于中国文化中世的 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我觉得一个是封面 一个是封底 他们共同走过的四十多年 一张张一节节 一字字一落过 给中国的文化构筑了一个长城 这个长城使得我们 没有在现代的发展中 丢失我们自我 这个长城 我没有允许西方人的 这种文化的渗透 使得我们失去自我 所以我希望呢 在今天 我们把顾老师也请上来 我们全体学生 向这两位大师举个功 然后说一声 谢谢你老师 怎么样 怎么样 同意吗 好 谢谢 站在那里 坐在那里 那么我们都站起来 好 好 好 等等都站起来 接受重新的一个举功 OK 大家一二三说 两位老师好 怎么样 一二三 两位老师好 谢谢 OK 谢谢 真的 的确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 我们站在这么多的时间 首先 请冯老师给大家谈一下 他对中国文化 民产 非国文化民产的 一个信念 和一个感受 以及他对我们的期望 接下来呢 我们会接受一些同学的问题 但是要说另一点 就是我们六点钟 一定要结束 冯老师今天工作 为了师姐生移 一直到今天早上 凌晨两个月 所以对了满足大家的愿望 在我们结束前 我们会请摄影的同学 一个人 或者是我自己 给你们去做 请冯老师站在这个位置 跟所有的人照一张合影 然后大家就到网上去找这张合影 你在哪里 好吗 这样我们可以省一些时间 把更多的机会给福老师 给他们分享 他的信念和他的精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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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高兴 高兴,跟大家见面 本来这个是 我在法国 还有一个图学院 人文基金会 在那里有一个演讲 主要是对法国的学术界 讲一下中国当地的文化 的风景 还有知识界的应对 主要讲一下什么现在国家的文化总线问题 文明问题 我最近在 人民日报写了两篇文章 在两个月前后 一篇文章就讲有文化现决 和知识分子的使命 就是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我当时非常赞成 非常重现是讲有文化自觉 一个民族应该有文化 对自己文化的一个 一个自觉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 这个自觉,谁先自觉呢 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 先自觉 知识分子先自觉以后 让我影响领导层 就国家层面 决策层面 所以我前年在香港大学 香港书卷 我做了一个演讲 我说知识分子有一个责任 是教育领导 说完这句话,当时据说 很多的领导属不高兴 所以才太狂了 这个实际上他不太明白 这个教育不完全是有上队下 所以呢我想 这是一个层面 我觉得最关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草 另外我讲了一个就是文明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现在 今天两会里我都在掐上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 在一个迅速发展的这个时期 我们现在特别容易 代用一个词来说 我们现在中国的社会 叫经济社会 叫经济社会 这个经济社会 它实际是针对文革 和文革 文革结束之前的 那个政治社会 相对内阁社会 而言的 实际上呢 这个经济社会当时提出以后 中国对我们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上 起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创造力生产力 一个巨大的激活的作用 但是中国确实到了这一步 就是中国到底要富到哪儿去的问题 这么富要富到哪儿去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能够再出逃 就是我们总是不能够牺牲那么高的 这个环境 是吧 自然 是吧 我们的文化 是我们国民的高素质 就是换取了高额的GDP 将来让那些低素质的人 威卧这些GDP 这个现象是 在中国社会上 已经出现了 在中国乡村走一走 上下那些真正富起来的农民 真正他们的钱 花在哪儿 也就是大海 麻将 六合彩 和喝酒 花在哪儿去 这样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必须要让我们思考 就是文明的问题 但是我得讲这个问题 本来我得想起一路 到法国来去做这么一个演讲 然后做一些跟法国文化的基本学习界交流 后来欣然会把我拉到这儿来 欣然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女作家 很典雅 很温柔 但是很坚韧 有这个真正作家的气质 就是非常广博的一个悲天灭人的情怀 实际上所有的作家 如果他没有悲天灭人的感情 他不可能做一个好的女作家 不可能 无论是蒂庚斯也好 还是俄罗斯那一批 像齐克 像土格林 像俄罗斯那一批作家 我觉得 好多作家的女作家 都没有悲天灭人的情怀 欣然 让我来 我不能不来 所以就没来一趟 让他来一趟 特别是到建桥就特别高兴 因为我第一次到建桥来是1981年 我当时是 存生斯人邦的 中国作家最早的几个代表团 王猛去的是德国 好像当时写肖子党上去的 姜子龙去的是南斯拉图 我是去的 英国 我当时跟有一个 延安时期的老作家叫吴波肖 我们俩的这个作家 现在已经过去了 跟吴老我们一起来 还有一个翻译 从所大协会 我们一起和阳和滨 我们一起三个人来了 就在建桥大学的三一圈 这个塔楼这个大表前面 造了一张像 后来我多次把那张照片印在这个书里面 这个 今天我今天跑到那去 我带了原位之内 又造了一张 但是 无在人非 这个人已经老了 这个事故已经三十年过去了 想起那一次到英国来相当尴尬 那次尴尬到什么地步啊 最不怕你们说 那时候被川普吸附文革的时候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 7.6平率的一件效果 然后突然打起来的一个 叫床 朋友借着几个文革地方 打了一个床 那时候他们家被吵了 我们家也被吵了 大部分小床 川普不敢贴这个 床帘是没有钱买床帘的 不敢贴你卤酸纸 那时候 稍微穷的 就是 挂起床帘的人 就贴一床卤酸纸 搬头兵子 不敢贴 因为我们楼下是个 宫卫兵的一宫 怕这宫卫兵的认为 我们那屋子里搞他们 这个 隐谋活动了 所以这个 不敢贴这个 不敢贴这个卤酸纸 可是我们结婚那天呢 我母亲呢 就算 临出来的时候 拿个小库 拿个小库包 给我包了几个 背心裤衩 包个楼人裤 拿 我寄一个 寄一个 小包 各自行交换位 夹了哪 去他们家 因为在他们家 我们家没房子 我们家一家就住 一家屋子吵架 就他们家有个小屋 所以我住7点多平米 我去他们家 就在路上 这个包给垫着料 到他们家去 什么都没有 就算 就算跟着结婚 可能结婚那天晚上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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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明知道 好 两个狗仔的结婚了 然后半夜就冲了 屋子 最好的 我们在二楼下的楼下 然后拿电瓣子 找生活法 我做梦 我要是 只要闭点儿一想起 结婚那天晚上 半天烟火 那个电瓣子 灯光在房子里 撒来放吹 后来我把这个事儿呢 帮了一个老作家 冰心 这个很有名的老作家 这个老作家 也就不存 他是终于说 我跟冰心讲这个事儿 冰心听完以后 冰心把俩就沉上了 他说 冰心传你可不抱怨生活 是吧 他说 大鱼大肉的回忆 是记不住的 或者你这样的回忆 永远会记到你的骨子里 这个 所以 那一次我们 那一次来的时候 我 所以那时候成了一样 所以 刚一开始 第一次让我出来的 我第一次出过这道鱼我来 而且也就到 给他道歉条来 穿的 当时穿了一个西服 西服呢 当我挑 我当然挑了贵颜色西服 我到那第二天活动 就是费的衣服就会 都是要费了 结果所有的人 就我一人都要费了 别人家也那么看我 尴尬之急 那一次 而且呢 我们那时候出国的时候 每一个人呢 自己个人没有美金 拿人民币可以换三十美金 多一分钱没有 三十美金 换英镑即换十亿英镑 我当时认为十亿英镑 钱得了不得了 出国呢 当时想象就是非常有钱 就我到了旅馆里头 我看有做那小卷的那个 卫队的小人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 买几个灰的送帮我 一看那个 五庸棒以后 那个是半天之后 白大小人 更尴尬的事 跟你们说也 都自家人说 你们也听得可笑 更加我想 这带什么东西 给人回家了 迟早点呢 没有点糖店和黄油 现在我一看 在四周回来 还有人抓点黄油 悄悄却人不注意的时候 就拿着手架擦完脸 爬上就让人一脑 把一个黄油 铃铛堂上抓紧 都搭着 我一想我得够爱人 我就带着吃了 我去了 完事儿有到哪儿活动 回去一看 这个衣服上怎么 口袋怎么湿了一块 他说一望就黄油画了 哎呀 狼子两面 始终到哪儿 就带那块黄油的院 二岁的手捞得喝的 这个书片挡着一块 这个事儿 就像烟云一样 三十年都过去了 我们就换了一种收获 是吧 站坐里面就没有这样的尴尬 也没有这样的收获 我跟那日子也距离遥远了 但是我们换了一个时代 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问题 好 特别我想 你们都是 我想你们有一个 谈到文化问题 我觉得你们有一个问题 你们站在两种文化之间 这是一个问题 反而我认为世界上有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就是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 其实非常难的 他说我们老组织有智慧 我们老组织有一句词呢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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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文化是渐然不同的 渐然不同的 我曾经啊 在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要研究 不要研究中西文化的不同 要研究中西文化的相同 你就容易记录它的文化 要研究中日文化的不同 你就了解日本文化 我们经常会很容易看到 中国跟西方文化的不同 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我们跟日本文化的相同 这样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永远是一个浅层面的 但是我们跟中西文化 我们要找我们的相同东西 找到普世的 共有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的 这种共同的东西 我们就会更理解它们 我们就会进入它们 或者是融入它们 或者融入它们一部分 或者被它们融入一部分 那么 日本我就不行啊 但是 文化表遇到那些 不再说 再说 这个中日 中西 中西的不同是最容易看的 我记得 一八九九几年呢 当时有一个广东的人 叫阳城居士 这个人叫江涛 他曾经写一本书叫 《京门扎记》 《天顶》叫《京门》 他写一本《京门扎记》 《京门扎记》 那本《京门扎记》 他写一本《京门扎记》 那时候天顶有租借 他就写租借借 租借的 他进租借 租借有什么 天顶人那时候 特别觉得租借新鲜 有人进租借以后 花钱买喝 自来 就是火柴回来 那时候火柴叫白链火柴 就是白链火柴 就是白链火柴 白链火柴的特点就是 画哪头都糟 你不只要是布面 一撞他马上都糟 后来呢 这个事情你们都没经过 岁数大点都经过 后来白链火柴又不安全 后来改成了棚林红桃了 只有华耀这种糟 画布都找不了 后来那时候 那种所有火柴都因一个安全火柴 所以那时候呢 中国人 天井人 那坏手子们 就是我身边里写的玻璃花那种人 就是 喜欢到租借里面去 买一份火灰 回去在大街上 他掏出一颗来 大伙看啊 然后在身上 唰一块糟了 他说是狠狠 绝了就是 就没看过 这种东西 所以都认为外国新鲜 所以这个张涛就说了 说这个 外国人跟中国人有哪种不同 知道吗 和外国人呢 走路呢 是如前男后 也在前男后 中国人走路 以后 男的在前男后 和外国人吃饭呢 吃饭的时候 他说啊 碗呢 碗呢 跟碟呢 是在碗呢 下面 中国人喝茶的时候 喝那个茶碗 是碟呢 才碗的上碗 过去那碟 然后 喝的时候打开 是吧 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呢 是先菜后汤 先吃菜后吃汤 先饭后吃汤 外国人吃饭的时候 先汤后汤 先把汤 先灌水饱 然后呢 再吃饭 是吧 这个 他说中国人的这个 见面 比如客人来的话 先马上把帽子 先得戴帽子 接客人 外国人 接客人的话 先把帽子戴回来 都写这个不同 就是中西之间的不同 所以我说 你们在中西文化之间 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 是吧 你们知道融入他们的文化 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 尤其我们跟西方人 隔绝这么久了 隔绝这么久了 西方人用西方人特用的眼睛看我们 我们也用特用眼睛看他们 是吧 他看我们的眼光 和我们看他们的眼光 眼光都不一样 就像男人看女人 和女人看男人一样 男人眼睛里的女人 是男人眼睛 他容颜是不同的 所以你们怎么样跟他们的融合 其实我们老总组说了一句话 其实说得挺好 叫录像随俗 首先随俗 就是我随你的习惯 我不按我的习惯 我不拒绝你的习惯 我尊重你的习惯 尊重你的 尤其是我们老族人叫做我们的 这句话我觉得应该牢记不忘 但是你要不牢记也不行 你不牢记有的时候交通容易出事路 但是如果你要在这儿习惯了 你回去有着你不正能过马路了 对吧 就是要做文化的不同 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样能够融入他们的文化 怎么样融入他们 我们现在中国还说一句话 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 然后中国文化走出去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文化走出去 要是走到国外去 最重要的一条 我觉得还是中国人自己带的文化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 都是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所以实际上我并不想给大家更多的责任 让大家活着就像运动员那么费劲 每个人打错都是美国家 但是我就说我们带出去的文化你要对它有所认识 你比如说我在前年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条建议 后来知识界也有不同意的 但是提出我说中国春节应该申请设议 世界文化遗产 因为我们的端午节让日本给弄到 现在我为什么要提呢 因为越南人也想申请春节 韩国人也想春节 好几国人都想春节 我自己都不能抢走了 为什么呢 我说再没有一个春节 更能够符合中国这个民族的情感 正能够体现中国人的集体性格 再没有这样子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亿人 几亿人回家过年 这个回家过年 而且你生为了咋 出车窗往里推啊 我正在佛德家遇见过啊 人出车窗往里爬呀 在爬的时候 我说我看过一个经济让我感动 平常往里爬的时候 那车上的人 把他推他 不让他上 车下那个警察应该往下拉他 可是到那个时候 车上人拉他 警察往上推他 那时候全民族自信 都知道得回家过年 那个时候再也没有 那样的时候 中国人更懂人情 更懂人情 而且那个时候 一个民族的感情 因为中国是个农耕社会 它总是把春趣 冬趣春来看得特别重要 这个四九迎新 等于新的一段书 或者开始 所有社会的愿望 理想 那时候就要社会 都要表达出来 所以呢 我觉得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群人 我们要通过 我们在春节里 表达的美好的感情 告诉西方人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对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 什么样的情感 我们都热爱的生活 我们人际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长幼之间 我们相处的情感 故土的情感 朋友之间的情意 那个时候都要加倍地表达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 我们自己的自身的 我不是做给外国人做春节秀 不是做春节秀 我们是要通过这个表达做的 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 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呢 我刚才通过这一段闲话 引出来一个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王和律下 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讲 我现在说的说话 还在说 我现在已经可以讲没有时间写 因为长篇小说一般来讲 一般得需要十个月以上的时间写长天 如果三十案子以上 如果中篇小说的话 最起码应该有两个人的时间 你才能要 你必须要延续不断地 是在一个完全自我的空间里面 有虚构的人物都得是活的 每个人都得是有性格的 你给他一个嘴巴 这个人该骂什么街 该说什么话 或者是不说话 或者是就哭了 或者跟你跪下了 是吧 那个性格完全清楚 那个人物才能行 是吧 那张嘴的味儿你都闻见了 但是你不见得非写他那个味儿 那个人你才能写他 所以现在我说是那样 等没有说话的话 没有一个礼拜也不行 你才能进入他的状态 因为你写小说总是要改几遍吧 而且小说基本上是 高尔静强的讲了一句话 小说是改出来 而不是写出来的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时间 为什么没有没有的时间 我说句说话 我的时间都给了孟阿姨茬 为什么给了孟阿姨茬 我刚才又讲的就是春节 就是春节 比如说 我说的春节仅仅是文化遗产里面的 就是我刚才说文化里面的 里面的一部分 而且不是说一大部分 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吧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民族的文化 经过这五千年里面 我们民族都不断创造 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方式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个方式 跟英国人他们的方式是一样的 但是它没有我们这样的问题 它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文化没有中断的问题 他们这个几个一两千年代 他们就一贯而下了 也不断发展 他们尽管有善败有变化 但是它没有更像我们这样的问题 我们新世文化大奸用的时候 几乎无数文化 灭属一样的 在颠覆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到了屁邻屁股 屁股楼的时候 把我们中华文化文化 基本全当作我们的敌人 所以有一次 我正在北京一个会上 我说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 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作我们的敌人 没有一个民族 我说我们不是一个文化的 不像一个文化的 是吧 我说我们是恶狠狠地对待我们的文化 我们又没想改革开放一下 我们反过去 我们又开始扫盗我们的文化 拿我们的文化 换金色 换现金 换GDP 我们也没有这样 我们又乐呵呵地 转到我们的文化 我认为我们没有能做这样 你到底明白吗 你们也都知道 咱们中国人到了伦敦应该看什么地方 我们那些城市在二三十年前那些地方 我们没有在这些东西 都二三十年上 在十五年到二年的时候 那个墙上都写财字 然后就从地下 我们的地表就消失了 所以在前年的时候 在人大会堂的时候 一个会上我跟温总理说了 我说六百六十个城市 我说我们在三十年以后 让它变成一样 我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巨大的罗华悲剧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无责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无责 我那也是非常产权的说 我说是我们的无责 是我们的无责 是我们的无责 我文革的时候 是拿砖垒的舵子 上面扑着木的碗子 到了文革之后的时候 我肯定也希望 想吃点好的 最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我们家有罐子 一罐子我不管什么小袋 我得把他卖了 卖几点肉质 这毫无疑问的事 是吧 毫无疑问的事 可是我们的经历就是 我们就蒙哥进入开 我们没有文化的资金 我们的发展 跟西方任何国家 英国、法国都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现象发展的 它是一个计算案 它是一个忽然的计算案 这个计算案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来不及去 来不及去试图它 来不及去试图它 另外一个我觉得 又有两股力拿上来 一个就是官员的集体计算案 官员的口诀需要在 在任期里面 能够建议他们的政绩 他们的丰功伟绩 是吧 他们就恨不得 能够马上能够 最能够显示政绩的 就是开大量的新区 大量的楼堂电锁 是吧 大量的面子工程 幼稚性建筑 地位建筑 就是庆祝做得修实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商人 当然想赚钱就毫无疑问了 商人就想赚钱 也没办法 再也没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实际上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就是 一个就是我说 我们是从一个 封闭走向开放 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是吧 然后呢 所以我当时 我记得 我在 10年以前的时候 我在国家部署 当时有一个部长学习班 请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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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讲到 我们的文化与下的 我说我们的文化 面临终端问题 是吧 我说改革开放 文革期间 我说我们把我们 自己原来的文化切断了 我改革开放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有 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阶景 我们中华文化 也要问 有很多 我们有很多 是主要终端的 我说当时 我 以弄了一个歌 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也无奈 我们改革无奈了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文化 千千万千万万的文化 稀过了 就不赖我们的年轻人 因为他眼睛里 没有传统了 跟你点英国看见的 不一样 跟你点巴黎看见的 不一样 你巴黎看见 到处那些小街小巷 你都能看见 没有传统 我们这些用力 看不到传统 他不知传统是什么 什么是美的 可爱的 属于自己的 都不知道 你怨谁 你谁也会怨 是吧 我说我们 我当时我记得 我给部长徐一番说 我们说我面临的两个背景 发生了变化 一个呢 就是我们社会的转型 由计划经济 往市场经济的转型 这是一个转型 包括台湖城河 包括武都 他也有过问题 但是他过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碰到的问题 是急转了 问题都出来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 现在雾霾跟雾霾 跟雾霾差不多 现在雾霾跟雾霾差不多 对吧 雾霾跟雾霾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确实是一个 我觉得跟着就是我们 这个城市的这个面化 是吧 城市的面化 所以我想 在这样呢 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我们的城市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大量的 我们的自己的本土的文化 我们的节日 我们对自己的节日的单独 没有兴趣 对吧 我们对杨洁也有兴趣 敬也不冤大 杨洁本来 我也认为有杨洁 我们没有 我们应该有 没有母亲节 我现在就活母亲节 我今天活母亲 97岁 所以我到 活母亲过节的时候 我也得去看得起 我要去买那礼物去 我也得过 因为我们 中华里 我们自己国家的节日 也有问题 我们没有人本的节日 人本的节日 儿童节说实话 也是过外引进的 妇女节也是过外引进的 我们的节日上 我们人本的节日 比较鲜明的人本节日 还是清明节有一点 但那个人本也没能归准 也没能归准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人本的节日上 所以比如说有的情人节 其实我觉得挺好 我不赞成情人节 跟七夕节有什么关系 七夕节跟情人节实际上不一样 因为那个牛郎 看证据的时候 是拿挑着挑两孩子去的 那早就说了孩子 早已经不算是情人节 这个情人节都是人们 都是小年少女才是情人节 对吧 现在行了 现在行了 所以咱们没有这些 我也赞成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传统节日 只过阳间需要问题 是吧 这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痛感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对我们文化的阳气 在北京靠边上 就是靠西边这个边 靠东边的边 我有两个村庄 一个村庄叫李嘉人 一个村庄叫高飞店 这两个村庄干什么的呢 专门卖股东的 他会卖股东 原来就是农民 后来一些卖股东的人都跑天津买 因为天津股玩市场 在天津的沈阳道 后来这个卖股东 后来觉得买东西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使馆的人多 台湾的人多 而且都是从北京靠边的 他不如把股东送到外国人的村庄边上来 外国人不一定有飞点赶紧 平常没事儿抽了额海也可以去 所以就开到北京这个城边 去一个旅家鱼到飞店 我上旅家游看了一场 吓得飞票 旅家游里边我看了一个产物 就是一个农场 上面盖着西方的 大家这边看着烟袋 就是各式各样的烟袋 水的烟袋 寒烟袋 各种烟袋 这烟袋几千克烟袋 各式各样的 千几百怪 那边就有个油灯 从那开始油灯 又是各式各样的油灯 又是几千座油灯 一片一片一片的 这时候我忽然感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大地上的文化 基本上被扫荡了 而且这个扫荡是地毯式的 是灭绝性的 是寸草不留的 是寸草不留的 扫荡过后 我们大地什么东西都被留下来 就净光光了 好像是土地 没发出过历史的一样 除去塑料 没有玻璃的 没有别的东西了 现在你到农民家里 农民没东西了 这二十多年扫荡完了 农民一开始 先卖自画 先卖箱底的细软 卖衣器 卖鼻烟糊 卖手饰 卖这些东西 卖完以后 然后卖桌椅板凳 卖床都是瓶子 瓦瓶 是吧 卖这些东西 等这些东西卖完了以后 花卖没了 卖金矿子 卖床 卖柜子 等柜子都卖没了以后 卖窗户 等卖这窗户 看卖门口的门堆 卖柱子顶 你那十处的时候 就房子进去拆 这十处拆 所以我当时 《北京新年报》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从 潘家园看中国民间文化的流失 我觉得我们文化大量的流失 大量的流失 迅速的流失 最近我去年的时候 我对媒体讲了一句 后来新华社医专家来讲了一个数字 我说一个可怕的数字 当时我把他说的过来了 就是 我当时因为我们开始做中国的村落调查 从2000年 我们中国的村落 是三千六百万 就是2000年中国的村落 大小的村落加一起 是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的村落 我们中国 到了2010年 我们还剩下二百七十万的村落 就是说我们十年里边 我们丢失了九十万个村落 我们丢失了 这九十万个村落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说刚才我在前年的时候 在仁大会上跟温总理讲的时候 我也讲到村庄问题了 我说总理 我说我们每一个村庄都是一本厚重的书 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刺络的历史 我没有一个村庄有文字诗 村庄是什么不知道 我说温总理 我说您不也为那个温泉大地震那个榆乡 就是大雨的故乡 当时存在厌线乎地 我说您不也着急吗 是吧 我说当时他现在还存在那种乎地 我说但是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雨的故乡呢 何止一个大雨的故乡 我们中华民族的故乡何止是 是阿尔比亚故居 是伯朗特姐妹故居 何止这个故居 我们中华民族的故居 那时候千千万万 那我们的民族真是了不得呀 因为我在全国的礼法 真是了不得呀 是吧 但是我们这九十万个村落 试试了呢 我不知道 没人对他负责 没人对他负责 我说我们必须要抢救我们的村落 我说我们如果再不抢救我们的村落 我说我们的村落 我说最后可能就是 就是一个集聚 就是什么结局呢 就是我们的村落 基本上最后就跟我们的城市一样 就跟我们的城市一样的 我们的基本上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村落也彼此相像 现在我们的村落 很多村落 基本上都是小村落 现在都是莱衣小镇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有我们的村落 叫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有我们叫什么 富强郡 因为郡我觉得也从里面来 就是郡就从里面来 就是郡也从里面来 就是郡名的都敢 这可怕呀 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身份 自己的文化自尊度丢失了 我觉得其实我想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 一不容辞的责任 我觉得比如我是文化人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我说我们必须做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比如说是2000年 2000年当时我在北师大的一个会议上 当时我们几个人 我跟几位老先生一块去参加运会 当时有金仙林 也有启公余光远 几位老先生一块到北师大开会 我就听学生们在那讲 那博士生们在那讲 说我们民俗学如何发展 当时我就笑了 我说你们研究民俗学 我说你们知道民俗快死亡了吗 我说你像医生一样 你在那研究医学 你高疼过论 你做而论到 可是你的病人在三个快死了 我说你研究什么呢 你研究什么意义呢 你的对象都快没了 你研究什么呢 我说你的书桌应该搬到原野上去 你的书桌应该搬到原野上去 我说当时我跟我的书 那一年我当成了中国民协的主席 这个民协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协会 这个协会是一个非常老的协会 像郭文若 像老舍都当过会长 我是现在这些人的协会长熟悉 所以当时我就跟秘书娘说一句话 我说你赶紧起草一份呼吁书 我说老先生都在 马上起草 马上把呼吁书签了 因为那时候是二月份 紧接着就两会 我是警协委员 我说你赶紧签 他就都签了 签完以后跟着两会 我把他呼吁书就抛回来了 这一抛出来 当时就是一个事件 我也不傻 因为我知道 那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我就要放大我的生意 这个事儿 是吧 这个 我到 你跟上我现在拿的话 都像明星 但是我从来不放大绯闻 这个个人绯闻 我喜欢放大这个生意 生意必须放大 我觉得我必须放大 我把这个生意放大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回家近点是很好 就马上就叫我谈判 就马上到我谈判之后呢 就说 就说你的意见 他说很好 他说那个 当时跟我谈完以后就说了 你这个事儿马上跟自家增加政参了 跟就文豪部部长谈了 文豪部长当时就召集各司司长开了一个会儿 我在那个文豪部的司令讲了两个小时 就是把我们为什么要做 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整个讲了一遍 我说我认为我们要对中华民族的960万平方公里 五十六亿个民族的一届年年文化 进行一个地毯式的盘清加别的普查 我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负责 我们这两年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知识分子到天涯进去 我觉得安卖普查 把我们的文化底插进了 我说我必须要写法国那个马尔罗当年搞的文化普查 马尔罗当年搞文化普查的时候 他提出大道教堂小道坑勺一个不少 能细录就细录 当然他不可能细录得那么细 他的决心就是要把法国文化能清除了 法国文化普查之后 马尔罗当年说了一句话 说美国人是经济上 军事上朝一大国 法国是文化上朝一大国 大大污污了这个民族的司令信 同时法国人就开始搞这个文化遗产日 就是鼓动全民 后来这个我们提出之后 国家就鼓动了 中国民族文化遗产抢掉 我们从2001年开始做抢掉 现在没完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十年多了 既是在天洋 那一年我五十九岁 就开始我正好是离休那一年 就开始干这个事 就开始全国各地跑 哎呀 说实话真艰苦 我没想到这个大地的文化这么惨 我们老百姓呢 他们的那种文化情感 你就不能想象了 你不能想象 我们的甘肃的老太太 带那儿唱些花儿 就像夏德阿比那些歌一样 唱得特别好 我们的一些采集人员到他那里去采集去 老太太就说 我还有好些歌呢 她说你们得录音呢 我们一看录音机不行 我们的人就赶紧在北京去买录音机 买录像机 买这些东西 当然买这个好一点的她得批嘛 咱们这个政府门就作为半事龙卖 一批批两个月 都把那机器扛起来找老太太 老太太的闺女来了 说老太太一个月以前走了 老太太走了 当然去走的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她把很多好歌带走 老太太临走 说了一句话让我们感动 老太太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我们的老太太 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工具的主要 老太太怎么样 我记得那一次我到北京有个会 我开完以后 我知道荷里戈尔那个地区里面 老太太有一些乡家妇女的兼职特别好 荷里戈尔的兼职 它是走西口中西兼职的兼职 进了内蒙荣汝草原的粗叶的气息 它的兼职非常有强烈的那种感觉 我们开车走过以后 从打通这边张北就是过去 绕着到内蒙 然后就到了蒙古内蒙草原上 那一片窑洞那个窑洞跟山西窑洞一样 窑洞都很低 但风都很大 到你的村里去 到那旁边一坐 台湾一照 屋子里正亮 老太太一滴了 就一摸一摞红纸 拿起来这脚 一边给你老女儿脚 老鼠上灯台 她就给脚了 一会儿脚洗 脚一个狐狸 这狐狸是母的 一边脚一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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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狐狸 这个老太太 她一边剪的对质感情 她剪的形象之生动 就是我拿嘴是没法说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民族的这种创造力 这种创造力 我们各个少数民族 那我就特别说了 我说您在有没有贵州那边来的 有吗不知道 有啊 贵州您到前东南那边去过吧 我去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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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过姐妹姐吗 姐妹姐 什么姐妹姐 姐妹姐 知道了 将来你给大伙教你的姐妹姐 你看过我们的姐妹姐 我们的各个民族 那还记得了 那我到那时候 民族的孙代里 孙代我都很奇怪 每个屋下角上有一弓箭 弓箭上都是组织组网 那是国家 后来当时 少数民族世界后来 我们评论有点问题 我们平五十个民族 实际我们的民族 要比五十个多 当时觉得有点太多了 我们的民族都合并了 所以 那阁家呢 我当时看那阁家那时候 那个 我当时问那阁家 我说 你那个 那个弓箭是怎么回事 他说 我的祖先是义 就是社太阳的义 所以他现在崇拜了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很多民族 它都是活化式 它都是活化式 所以我们这个 开始做全国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 这个抢救以来 我觉得十年以来 我个人觉得它有几个目的 我们达到 第一个呢 我觉得 国家建立了非国政法遗产民族 其实我们抢救完了那个结果 我们专家帮助政府 各个地方政府 做这个抢救的时候 国家现在目前审批 我是国家遗民族的这家园会主任 这个国家审批的时候 现在目前三批 平了是1200亿至9项 这是国家审批的 省一级的是8500项 这不包括市县一级 市县一级 市县一级家里级的 我们是超过万项 韩国到现在是105项 我不说数量有多少 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个惨来 我们就难以想象 就是第一个 到这一步 我现在敢说这么一句话 我们对家底基本清楚 我们对中华文化 到底各省各地方都有什么 基本明白 基本明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建立了文化遗产人 最近一点呢 我们争取了国家的同意 国家的同意 第三个呢 我们全统节日放假解决 我还记得 两会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提案 当时我们 当时做了那个 清灯午中秋 这个全统节日假日 假日 如果你没有假日的话 老百姓没有过这个节日的空间 但是现在还有问题 这个节日当时怎么过 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 你得给老百姓这个时间 所以我记得两会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 我说春节的假期应该前调一天 春节的假期不前调 这是错误的 这是孙中山那时候的错误 那个时候 国民政府刚建立的时候 他把春节的假日 按照新年的假日一样 他是定的一月一号 他按照羊里面定 这个新年是一月一号 这是外部人过节 中国人过的根本不是一月一号 中国人过的是大年三十二 这才叫过年 他全部劲儿都使在三十二 而且中国的街你看看 这过得很有意思 他从那个腊月开始 是往家里过 从外边往家里买东西 回家扫房 是吧 然后他往家里买东西 然后外边的家里人赶着回家 是吧 然后一直赶到三十晚上 最后吃一顿团圆饭 团圆饭以后 然后放编炮 编炮完了以后 等转一天开始 从近处往远处 退在家门 往外部 大年三十二门没关 外边有门身靶子呢 你携起就回来 转一天外边一出去送礼 是从近往远处拜年 最近的亲戚 然后一两天往远 是吧 然后初二一般来讲 是回娘家 是吧 男的回娘家 看丈母娘去 看老丈人去 是吧 然后再往远处看 三锅六盒子的 是吧 叔叔婶吧的 然后再看朋友 再看社会的亲戚 当然现在有时候到过来 先看领导 现在是另外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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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么过 中国人 一直过到正月十五 十五是什么 全社会大有的 中国人过节 他是非常有节律的 非常有节律 从外到家 家是中 村节是中 就是一个核心 然后再往社会 很有意思 他这个 这个村节 三十是最重要的 初七那一天呢 实际是节日的 垃圾时间 那是 那是很 很没意思的 到初七那一天 我短信都没有了 谁初七的 发短信都不合时了 他这个 三十晚上一般来讲呢 他必须得 你要如果不回家 那单位领导 不给你嫁都不好意思 他不给你嫁都不好意思 所以他必须得给你嫁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我当时也提出 村节的假期 应该前调一点 你天调一天三十多放假 这个大伙儿 你可以把节日 好好准备一下 我就给你 随便讲个小例子 有一年的文革期间 我那时候特别 三十晚上 快吃饭的时候 忽然一发现 没酒 没运酒 或者坏 我的运酒 不爱的时候 我都买瓶酒 那时候我便宜 九毛钱 七毛钱一瓶 叫果子露 还不是真正的铺子酒 铺子油很贵的 那是通化铺子酒 是吧 那很贵了 当时买的果子露去 我骑车也没手套 扶那把 那冰凉 我就骑车 一个手骑车 那手磕口袋 骑车找 所有店都关门了 就看沿街有个小铺 有一个拉门 拉门以后呢 我就 我截着那玻璃 默默默默默一开 那柜台有烟有酒 我说好 这有酒 赶紧敲门 我弟一敲门 里面喊 你知道吗 这都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散失了 是吧 这是我的敲门啊 你知道吗 他说我爹里面就喊了 我弟一喊 绝对不合适了 我就说 哎呦大爷 我就起起起银角了 我就一说起 他喊的了 里面那个煮肉的味 咕咕咕咕咕咕咕的 你知道吗 这种归动就递出来 为什么 他知道你过年不能确定 这个人情 他知道你过年不能确定 我当时特别感动这个细节 后来我写到我的文章里去 就写过一篇文章叫《熟悉情怀》 我写过这么一件事 我就说善事重要 所以我给国家提的一个 《纯切假期》一面前提到的一面 写完了 三个月之后 这个国家发改委 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的意见 国家采纳 所以现在孙杰假期 先调一天 就先调一天 然后呢 我们 我们国家颁布的非议法 就我们费了几年的事 我当时非议法 现在执行还有问题 就是说 我说现在我们 已经把它做成了 这个事情 是我们呢 给重要的文化遗产 我们都建立了 这个文化大陆 怎么办 这两天 我为什么说紧张呢 因为告诉我 还有五天的时间 必须要联合国 教这个中国部 晚年半的 申请事宜的文本 和电视片 我的电视片最后一遍搞 是昨天从艾丁宝回来 我在飞机写的 那个脚本 告诉我 十分钟写九千字 九百字 所以我在飞机里写的九百字 回来还差一百字 都在大唐里边一般是 赶紧发早 是吧 就干净要干这个事儿 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文化遗产 一般来讲 你比如说剪纸 你比如说皮影 比如说尼彩色 比如这些唐卡 每一个地方 比如说它的画 历史丰富地理 它自然环境 这个物产 它的艺术的特点 艺术的代表作 它的传承图性 它的工具材料 将贴方式 将贴民俗 这个材料的制作方法 材料制作方法 相关的口诀 民间故事和传说 每一个地方做一本答案 这个答案 基本上都要体力做了 而且每个地方都是一大后本 一大后本 我像那天我跟欣然说了 我说我们最近刚刚做完的 中国的史诗 故事诗 神话故事 和谣传说 我们这些年来 一共抢救 做完了的文字整理完了 我要说的数字 你就回想一条 九亿四千万字 要出版了 那么后本五千件 中华民族的创造 不能想象 但是如果你现在 如果你要是 不把它记录下来 你今天不记录 如果明天没人说 就没有了 我们的历史创造就消失了 因为它是废物 它是人携带的 这个锣鼓没人翘了 这个锣鼓就没有血本 比如说 咱们的江州锣鼓 这个女孩子不翘了 这个锣鼓就没了 再好多锣鼓 你说江州锣鼓的女孩子 求求不多威风 那这是威风拔练的 尤其演养牌风的时候 这是威风拔练 如果他要不演 他不往下传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文化 必须要抓紧强强 必须要抓紧强强 所以我们现在 另外呢 我们现在目前的 还有一个我特别高兴的 最近我们的文化开始 他也进入了这个教育 所以很多教材 包括我们比如书法 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废域 他也进入了教材 是吧 还有很多的地方的废域 比如像广州的南茵 是吧 他也进入了 很多地方呢 民间的秘书 都进入了这个教材 这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我呢 下面的工作 一个主要的工作 实际我工作的 这方面是我全面抓的工作 我下面的工作呢 主要的工作 实际上 因为我另外还有一种工作 就是我的协作 我更多的协作 实际是文化批评 就是说我必须要批评 各种各样 我们的时代里边 那些为力是福的 那些急功近利的 那些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 那种轻薄文化的 是吧 比如像文化产业画呀 打造文化呀 是吧 这些无知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呢 文化大胎经济长袭呀 是吧 今天马克思都不能这么说 马克思都说文化是上头建筑 咱们这文化大胎经济长袭 是吧 这个 就这些东西 其实 我必须要做的 就是必须要 要站在前沿 就跟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 进行较量 就是要做的 但是我从 现在 从建桥跟大宝儿聊聊天玩完以后 我回去以后 我从古院份开始要做的 就是全国的 全国的 全国村落的普查 不但我普查 我可能 我们要开始要做的是 要在北方的 可能在山西 南方 可能在贵州齐龙南 千西南都可能 还有呢 就是 这个 廣东 可能要选几个村落 要做一座 村落保护的示范 就是 村落保护 就是必须要 要使村落有所发展 要做一些村落的示范 要做一些村落的示范 要还有大量的工作 跟大家呢 简单的 把我们 最近的我的工作 把 我那些基本的思考 当然 就要详细往深处讲 那也太长时间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其实呢 我还更希望呢 跟大家呢 对话交流 因为我知道 大家呢 我来了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完全是文化 也可能会关心文化艺权 也可能会关心文学艺术的写作 也可能 是关心当前的社会人生 这个社会的民生 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家有这种问题 自管问 咱们就 我现在来开个头 就后半两个会 咱们跟着感觉走 大家提出问题 我打准问题 你看大家请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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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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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c 儿时的记忆 现在有时候小数年的情感之所以缺 他就是年 他的儿时没有记忆 我们之所以还有情感 有的时候就隐瞒儿时还有记忆 这个有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教育也太不重要 所以有时候看了西方 还有很多博物馆 老是很认真地给孩子们讲一讲艺术 这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刚才还说什么最后错误 你看那问题太多了 教育 教育 我记得我上回到英国来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不可奖发奖 发奖的时候 有一个教授讲了一些问题 在东部这个大学里边 不然我到他们学校 也听过一次课 他在这讲一个现代作家 这个作家我忘了名字了 这个现代作家从巴尔加克那儿 获得了多大的启示 当时那天我记得我去听课的时候 十一个学院长 他现在把我表决 今天课上能不能抽烟 反正那个时候抽烟比现在人多 也可以随便抽烟 表决的结果呢 是反对抽烟的多 结果那天不懂抽烟 然后就在那儿讲 他讲完了以后 这个大会儿讨论 然后中间有一个女孩子 穿黑衣服 我讲挺漂亮的女孩子 拼命地反对他的教授 啊激烈精了反对 反对完了 他也在一边反对 然后里边笑 都完了以后散会以后 那教授 后来我跟你说 我说你女先生挺厉害 我说他讲得有理吗 他讲了一句话 给我印象到现在还很深 他说教育最关键的启发 这是我记得是对的 教育关键是启发它们 而不是给它打的 这也是我 尤其是艺术教育 艺术最重要的是启发它们 启发它们 唤醒它本身 那个睡着了的资质 这是我觉得 艺术教育最重要的一项 因为你教文学 你不是把你的东西 发现的东西告诉他 你要启发它自己去打 你要唤醒他自己的那些 对于社会的一种感受 一种感觉的那种东西 就是这种样子 好 还有哪个人 还不能这样解决一下 我又有一个问题 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演技师的社长 然后我们一起社长现在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 包括文明和工具等等 所以我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演技术 所以我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演技术 您讲到就是这个中国文化演技术的问题 您讲到就是这个中国文化演技术的问题 然后呢 我可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其实我观察到中国社会 存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演技术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过程去看来 去回味以前的文化演技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于我们似乎更多是了解 而没有去一种精神上的去吸引 或者去比如说 我们这种移民的经验 我们所在的一些经验 家庭的一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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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的 父母的经验 或者这种生意 或者或者那种很好的家庭方面 包括包括引同性贷 以及包括伏道事 这种生活 人生上的理想 这种信仰 然后 我对这方面的感受 受灵状不能奉 然后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您在关注这些很多理想 物质性的影响方面 您有没有关注到 比如说精神上的这种基层 哪有什么重要的观看法 实际我们对关心物质人也好,对非物质人也好,最关心的,我们抢救的是它存在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有的时候是无形的形态,比如叫非物质化遗产,或者是有形的形态,比如有形的一个建筑。 但是我们真正要抓住的东西还不是一个建筑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而且是它里面的灵魂。 而且这个灵魂是需要研究,需要发现的。 我还讲一个例子,也是在英国,多讲点英国的例子,跟你说话容易的。 就是说,向后我来的时候,想特别想见赫里莫尔,就是一个大的雕作家,已经故义了。 原来说好的见他,后来,那是三十年前,现在那时候都快八十岁了。 后来当时赫里莫尔已经告过不然病了。 后来他们立即安排了一个作家,进参应到中国叫威廉·荷尔登,就写《银王》那个获得文奖的作家。 我记得跟他有一次聊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画这个? 这个白石头画鱼画鸟,你们就认为它就鱼住在水里面。 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因为中国人从来不把艺术当作真的。 他想想,他说,中国人真是了不起。 是,你看我们的京剧,我们的三叉口。 我们的巨店,灯光正亮,但是所有靠蓄力动作给你感到是伸手不见不止。 你看徐彻跑成,就一个台,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行尸过去走离。 就是那么一个舞台,他一会儿到东门,一会儿到西门,一会儿到南门,到北门,就靠唱歌跑。 你看十八江松,一会儿是庙,一会儿是井,一会儿是桥。 你看那个乌龙苑,一会儿是在房子里边,一会儿在房子外,完全是考点人的表演。 既把空间,它随意可以调换工业。 可以示范一下,你看我们中国人用白纸,我还给大家举一个那么一个例子。 我曾经看过一个画画,后来这画我再也没看。 但是我认为那圈是七百十六花的。 他这张画,一张张二的一张宣似很长,它是立三材,就是竖子才成三条。 不是横子三材,是立三材,对不对,那么一样之。 从上到上,就一张白纸,你从上上看吧,就是白纸。 再往下还有白纸,快到下边,等于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了。 他画了一只蝉,就是鸡的,鸡的,往下趴的,你知道。 趴在哪儿,趴在干的叶子上,往下坠的。 再往底下还是白纸,就这么一张画。 就在这个叶子旁边写了两句诗,他的话非常讲究。 他几乎如果字写上边,这个话就坏了。 他必须得写在旁边,因为我给大家讲为什么要找这个诗。 他在这个叶子旁边写的两句诗,叫明餐报秋叶极地有余生。 就一个叫着鸡肉,趴在秋参夜的风一挂,就上到,快到地,还有声音。 你再一看,上面就是有声的空间。 你减掉多少白纸,这空间就减少多少。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髓。 中国人他是什么呢? 他的艺术,他把一半交给欣赏者,你去再创造。 他不都替你创造,他是提发你创造。 他就跟戏剧一样。 一步生那个时候讲,从调势员来看成国,到了斯坦丹萨菲斯基了。 就讲究了导演中心的导演来聪会,或者是演员中心,因为演员是戏剧的中心。 后来到德国 到普拉西特了 他就是纯导演了 导演到动 台上有一个人对台下来解架台上的词 中国从来不得样 中国的人 中国的剧场是观众 观众的东西 所有演员都给观众唱戏 这唱得好 第三个好 这一叫刺激演员 原因的演员更来劲了 他台上台下 他是一个空间 他不是两个分开的 这是中国人高明的领导 这是中国高明的领导 就是说 我跟他说的 中国人从来不把艺术当作真的 艺术是表现生活中没有的 而不是表现生活中有的 因为它是创造的美 它是创造的美 所以你要跟外国人讲 你必须讲这些灵魂性的东西 他才认为你是觉得 你管跟他背 所以乌日三省无身 这没用 他也会三省无身 不知外国人傻道 连三省无身都不会 所以你要讲 你必须讲一些灵魂性的东西 你给他讲才行 所以你刚才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跟外国人要是谈艺术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跟他谈一些 我们文化中一些 真正我们中国人的 所以我有一次 美国的大使馆要求他有一个计划 他每年要来二十个教师 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化 有一次他说 李班尔娃娃 他说给外国人讲一讲 中国的艺术 讲到绘画了 我就专门给他讲一课 就是中国人怎么看中国画 中国人看中国画 中国人看中国画 跟外国人看外国画绝对不一样 就刚才我说 我就跟男人眼睛里的女人 不是眼睛女人眼睛里的女人 一直到来 好 预备 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 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 您都想做了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非常好听说的 这些中国文化 如果我们不记载下来 可能之后我们都不知道了 可是这里从中难免者来说 如果有人不剪了 那么这个文化也只能 没有人存在文字里 那么有什么政策 或者是想做措施 能够保证这些身怀 一些记忆的人 能够一直剪下去 一直延续的这些记忆 因为如果他们不能用 他们来农生的一个市场 那么有什么可以 支持这个文字 好 您的记得很好 就是实际上就是 明天文化本身呢 它是生活中的文化 它是大公司 自发创造的文化 它本来就是生生命远 有的东西 它的消防 它也是正常死防 但是在一个大的 一个历史 历史 一个变迁的过程中 我们有责任 让这个潮流是往前走的 不让它断绝 是吧 但是方法呢 是多出多样的 比如刚才我说 教育是一种方法 比如扶持传承人群 是一种方法 现在比如说 列入国家废移的 每一年要补助一万块钱 原来是补助八千 现在是补助一万 当然我说这个 这都是原则 并不等于 它都能拿到一万 也许地方的官员 它忽然 它这个有好吃 它可能就把这些吃了 结果都碰见过 我碰见过一个 就好吃了 一直没拿着钱 我当时带着韩国人 日本人到那去看了 结果 我还想说 我说你现在一年 你是国家废移的 一年给你多少补助啊 我就说这个 他说我没见着补助 当时我就觉得 简直尴尬的 至极 我想牛一下 他说我一拿到一万一看 咱们现在多出处 一无非一一躺 没拿到欠 我这赶紧不好 我赶紧把这个外国人吃开了 我说给你钱 我说没给 然后就问了 当地文化局的 问你给了吗 他说我没拿到 我说这是些事有问题 怎么会没拿到 因为这国家坡的 就是每年都有 后来我当然火了 我拿套纸 大家别来 我当然给你写套纸 我的封地才欠 某我一人五万元 我凭借到我办公室来拿 到我工作室来拿 我写了一条 第二天我就交代了 我一直来 最后催了半天来了 给了他五万块钱 结果当地的文化军事局长 还来个电话给我公告示 他说这个 松一菜的想为什么给他 应该给我啊 我们全给他 怎么能直接给他呢 我干嘛发屁 我说我个人的钱 我说我凭什么不给他 我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记得当时我就说这笑话 我就说方法 都是多种多样的 你比如说 我这个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安徽龙回 这个湖南龙回的 有一个县连书记 非常好 他那个当地有两个 有一个艺人 有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呢 一个是在县的一个单位的 一个干部 还有一个人叫司机 政府 他让政府当地帮忙 就是还给他工资 让他回家寻议 这也是一个方法 这只要是全民觉悟了 都主动积极了 方法是不准备的 第二个问题是 特别好奇 新后 特别喜欢你写的 苏世奇人 我都很好奇 你之后有回去天津马头吗 现在的马路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苏世奇人 天津马头呢 他铺子比较厚 他后边呢 绑了一堆东西 他想上车上不去 你懂吗 上不去 他一刚一上面又下来了 然后再一上又下来了 这警察一看来回过汽车 这警察一想 别会碰着这大爷 这警察好心 要是外地人准 准摆过那边拉开 说大爷 您是不是 别在那上 一会碰着你 这天津马头的呀 天津马过那边一拉 他介绍我的时候 大爷 这警察不说 大爷 你要连车呀 你找个背就给我连 就给大家连 这就是天津马 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地方 咱们中国 就刚才 这个香港大学 这个同学说的 非常对 这个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 就是中国文化的 多样性和多样化 中国的三大城市 上海 北京 天津 这三个城市 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上天 上海 北京就出国文化 出矛盾 出门连峰 就是说 出这样的人物 上海就出张爱玲 出周旋 这样的人物 天津就马三立落 就是事情文化 是吧 所以天津是事情文化 是吧 这个北京呢 是比较正常的文化 另外也也是官场文化 所以我说上海 是官大一级雅思人 是吧 北京呢是一个 是一个商场文化 天津是一个项目 这是一个市场 市场的文化 城市 城市不一样 文化也不一样 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 很有特色的地方 还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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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就是针对你的两个 是什么的身份 第一个呢 是针对你这个文学 不笔系 文学不笔系 文学不笔系的这个身份 就是你刚才提到 中国面临着很大的这种文化困境 然后你也提到 中国的知识问题 应该在这个文化困境中 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色 那我想文化困境 他造成困境一定跟整个的社会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等等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作为文联 他的张诚也写得很清楚 他是中国共产党民党的 他在思想上是 是毛泽东思想的 两批比如 毛泽东思想的两批比如 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思想统一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文联他是管这个 作协啊 美学等等 很多这种文学 或者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肌肉 我想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会不会是体内的 这种大批的 重要的 艺术家也好 作家也好 他们都是体制内的这些 文知识分子 我想了解一下 你怎么看待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空间下 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可以推动中国 这个文化的多样性 就是自己自由度 包括民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你做的这个飞银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学发展学的 然后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 就比如说 你刚才知道的这个 就是春节这样的事情 你也提到的 可能我们还有 甚至是竞争对手 比如说韩国 日本 你来欣赏这样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因为 飞银这个东西 在我理解 它本身也算一个 就是一个制度 就是或者说 国际上的一种制度 那为什么这样的 你需要一个文化的事情 需要一个制度 或者说国际的一个制度 去认合它 甚至说有点想 I.S.9 就认识它 之后 这个习俗 我们生肖 OK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我们要去claim它的这个 这个图圈 我为什么不太理解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做更多的解释 谢谢 好 第一个一句话就说了 你问我这个文联 怎么样能够让知识分子 能够做更多的你说的那样的事情 你听听我刚才讲的 你都知道怎么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已经回答了 实际你刚才问问题的时候 我已经有答案了 因为刚才我说的话 你应该知道中国的知识界做什么事情 中国一个知识界你做什么事情 跟你在不在一个体制 体制内和体制外没有关系 那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体制 你能在体制之外吗 你就是在这个体制之内 但是体制跟你做什么没有关系 跟你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独立的人 你独立的判断历史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 你多年二十万 是春节 春节或者世界非移的这个模式 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在申请世界的非移 就是只有进入了非移 它才明确地成为世界人共有和共享的国家财富 好 还有那边 董老师 好 非常感谢今天你能够来建签 做一个地方 我是 我还听不见我的耳朵都差 你心里得大一点 对不对 要不然就好 对 对 是这样 可以 是这样子可以 是这样子可以 可以 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建签 做一个人 是为了你认识楼上去拿来的 对 我专门从楼上跑去了 关于您说的最后 就是那个村落调查的一些问题 您说要做一些村落的施盾性工程 然后要扩大村落 但是您也知道就是 您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村落越来越少 有家比较强到这个要主持化性潮 而且很多可能 这些村落有的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什么 他们都希望你多到城市当中去发展 愿意在 比如在自己的家乡这样子 那针对这样子的情况 您觉得要获得什么样子的措施 来够 获得什么样子的措施 能够 可以说使我们做出真正的路的发展 而且呢 就是像这些 一切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村落 是 一个人去做一些 是吧 好 他刚才讲那个 这个 这位感觉教师 应该请 这个奇特我今天说过一句话 当人家在菜座上 如果打翻一种瓶子的时候 你最好 最礼貌的方式就是 假装没看见 对不起 男人看 对不起 男人看 对不起 对不起 男人看 男人看 你刚才讲这个非常对 这个世界啊 村落实际是两个 现在村落的问题是两个 一个呢 它是自然的消亡 刚才我说的 人类历史发展功能中 它的消亡是自然的 因为我在俄罗斯 塞加协会的人聊 俄罗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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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 它消亡的速度是自然的 消亡快 大量的往城市来走 我们现在呢 可能在过 现在目前就已经 将近一半的 就在挖的速度 但是这故事 体庭的速度是 农民 他到了城市以后 他不愿意回去了 城市 确实条件好 我问过民工 我说 当努生我这个人 为什么 就是觉得这是不好 他说 冯先生 他说 我跟你讲 就说一条不好吧 说我这回旗一过节 他说我最受不了的上厕所 说这个 毛房啊 都在这个村的这个 院的角上 我在夜夜里 一想上厕所 我得从那热坎那里跳 挺酷的 到那个臭丑里 蹲一会儿回来以后 那屁股 都跟冰镇西挖差不多 他说 半天肉虎不过来 他确实是生活条件 确实问题是非常大的 是吧 我觉得呢 所以确实造成城市 农村现在目前空操化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另外很多政党 现在几乎都是没人了 我经过去年 去年我是从 清明节从河南 贵来的时候 从新乡那边过台湾山区 然后到山西的进中 尝试那边 跑的一些村落 有了村落 基本上没有人了 全部都空掉了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地方政府的 一味的城镇化 就是一阵风势的城镇化 把农民改成楼 这是两种 我们解决两种 是两个方式 后一种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方式 是国家的方式 必须解决 但是国家也有一个 比方人间 就明确 就是政府绝对 那个地方政府 不能够强制 这个城镇化 必须有序进行 怎么有序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政府的事情 还有一个 就是 对农民来讲 这事怎么办 其实我们想做的 就是准备今年的 五月份开始 我们在山西 选一个村落 一些大学 一些专家去 然后国家的部门 财政部 助国家如果去 解决几aban public 第一个 这个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帮助地方 这是相关的一些 搞农业的 搞副业的一些专家 然后研究 他这个地方的生产 发展方式 如果他不发展生产 农民生活 不能��生活 不能正在政府 不能够有 如果生活的出路,农民还是要搬走,谁也拦不住 第三个,农村的住房必须要输入现代化的设施 跟城市一样享受现代化的带来的恩惠和便利 比如说,厨房应该大一点,厨房应该跟房间连接在一起 比如他们有很好的供电,供电,供电,供电都要解决 我们要选择一个村落,要做这样的示范 这是想做 做完以后,不是希望所有村落都这么做 每个村落都按一个村落的想法去做 比如说,我在山西平順看的一个村落 现在大家设计明星的建筑 这个村落现在基本上没人了 整个村落长满了野株 而且雕花在这些龙楼上都长满野株 倒是非常荒谬的美 他问我的村落准备 我说很好的一个办法 拿玻璃和钢把它做成栏杆 然后做一个中国当代的 就是我们20世纪城市衰落的一个博物馆 城市衰落是什么样子 把它记录,让它救命下来 就像温泉地震,我跟政府提的 政府也接受了,就是把温泉地震移植保留下来 建立温泉地震博物馆 这个政府现在目前踩大了,已经保护下来 当时我说温泉地震那么大,我到温泉地震现场去 就是那个北川现场去 我去的时候,那个岩石从山上还往下掉 那里边外国进去的时候,我特别通常进去的 是甚至喷药水进去的 到里边去的时候 我们当时被他摩埃摩 就是,他里有一个雨风社 就是大雨之风的雨风社 四十六名的是全部葬身的一个老地震 而且那个地震的时候呢 河建筑的一个温泉地震以后 跑到河泉地震了 这么大的一个地震 而我们去的时候山的石头呼噜呼噜还往下回来 就是还在发生雨震 当时我就提,我说 我回来以后给国家提出 我说应该把北山保护下来 北山保护下来 就是作为地震保护官 现在保护下来 将来就是把它做好一个保护官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对一的解决 它不可能是一对一的解决 就是把它类型化的解决 还是应该是一对一的解决 谢谢 谢谢 好,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想法 您好 您好 您是那个外交部世界里 产生设设设计 我们在满中的地区 是一些相关的产业 就是然后我之前在京城大学 任务学习打过评委 我想问一下这个评论 就是说 在中国 在英国 很多欧洲国家 他们最为去新疆申请这样的实际遗产 当然好像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交点的问题 因为它本身有很好的遗产的关系体质 比如说 100多年前的费纳 还有就有保护的补传的一些条例出来 那么我想了解的是 就是说 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 获得了这样 像一个国家的文化 指示品产 分心的这样一个 任何 如果一个城市 或者是一个产品 拿到这样一个 品牌 或者是这样一个 任何之后 您觉得 当地政府是否 会有一个压力 或者是这样一个 所以 我们这边的东西 都在补传的 好 我去找个家 对 很老 我说